你会说的 你会说的 是这样的 网络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提起山东人 你首先想到的就是煎饼卷大葱 就好像山东人给他们的印象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煎饼卷大葱 其实这种东西 你往戏了说 就是地方的饮食习惯 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当地的饮食文化 就好像瑞典 能吃那种 让人臭着受不了那种肥鱼罐的一样的 不过对于山东人来讲 尤其是那些曾经过过苦日子的老人来说 你像煎饼卷个大葱 以及卷个小咸菜 等等等等这样的食物 真的是一种很不错的美食 作为一个山东人 我好像就被咱们拍过山东的美食 所以今天带你们领路一下 我们山东的地方美食 煎饼卷大葱 太香了 两包 一包一斤 还送我一点海带丝 哇 太香了 小米煎饼 山东太安 我老家 看一下 薄如残意 哇 也太好吃了吧 哇 这个也可以当被子盖 看到没有 来点葱 再来点海天黄豆酱 差不多了 给它卷起来 看到没有 正是发现的煎饼卷 在以前物质比较困乏的时候 也就是卷个葱 卷个咸菜嘎菜 你看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提高 卷什么的都有 卷酱肉 卷鱼块的 凡是能吃的都可以卷 万物皆可卷 再卷一个 它这个海带丝 咱试一下好不好吃 挺香的 来点青椒 来两盘叶子 哇塞 绝了 它这个小米煎饼口感真不错 卷上你喜欢的配菜 真的 你如果对我们山东人想有所了解的话 然后就去我们山东转一圈 尤其是这一口煎饼卷大葱 更加诠释了我们山东人的喜好 以及口味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两块就已经差不多吃饱了 刚才这个太好吃了 我还想再吃一块 我这一口应该有一年都没有吃了 太香了 你看很简单 你把它铺开 你把你喜欢吃的菜再卷进去 特别的什么 嗯 嗯 太满足了 好吃是没得做 但是你吃多了 你这两个塞帮子 有点酸 OK总结一下 也不用东西 好吃 棒 顶呱呱 真的 以后要多做一些跟山东有关的美食 OK 那么这个视频拍的赞品差不多就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朋友收藏 然后想看这边拍送美食 可以去朋友去留言或私信 咱们下期再见 告知 咱们下期再见